Hello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的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域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请进入到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 天蝎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e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天蝎座的朋友们的 松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我们一样呢 在开场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开场的讯息 好吗 好 那天蝎座的朋友们呢 我感觉第一个开场讯息是 我感觉你们最近有人可能会有一笔意外之财 OK 那有一部分的人呢 我感觉这个 应该说这个意外之财呢 有一部分很小众的天蝎座的朋友们 你们是承接家里的东西 OK 如果刚好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会建议你好好做一下理财规划 好吗 好 那第二个呢 要给天蝎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 最近就是 我感觉 你好像会变成一个爆食怪 突然食欲变得很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有一些人呢 特别喜欢去夜市吃那种地瓜球啊 然后吃那种叫 拔丝地瓜啦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最近好像对这两种东西 特别有兴趣 然后食欲也变得特别好 OK 然后有一些人会去吃那种 中药炖排骨之类的东西 OK 好 提供给这个 天蝎座的朋友们做一个参考 麻烦 这个食欲 很好 这个体重也要控制好 好不好 好的 来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第三个要给这个天蝎座的朋友们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这两到三周呢 你蛮适合紫色水晶跟紫色的颜色 好不好 因为我感觉你最近脑袋呢 同时在启动 可能很 刚好可能很多个案子同时进行吧 或者是你刚好有很多的企划 或很多的事情很忙 所以呢 我会觉得这个紫色的能量场 或者是这个紫色的这种 能量氛围呢 蛮适合你的 你可以呢 在这个服装啊 配件啊 水晶啊 饰品啊 小小的发杂啊 包包啊 都可以 这些都可以自由灵活运用去做一个搭配 好吗 好 那我们就准备来进入这一次 天蝎座的朋友们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这两到三中 你的挑战排卡是这个皇帝排 这三组能量排卡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 权杖5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你做有什么样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 天蝎座的朋友们做一个参考 那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你们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跟细节 好吗 好 天使我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们真的 好像这两个月是不是气势很好啊 我记得 我之前录你们的影片的时候 也感觉你们整个气势很好 我觉得这个能量场我持续在维持 感觉还不错 我现在一一来跟你做一个解释 这张牌卡是皇帝牌卡 也就是你的挑战牌卡 我把它放在现阶段能量场 等一下一起来做个对应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是圣杯6 权杖1 还有这个塔牌 我个人会感觉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不管是什么样的相关状况人数 很多人都想要来找你合作 或想要来跟你贪关系 或想要来接近你 甚至你会觉得说 奇怪了 好像就同事最近对我特别好 甚至我会感觉 有一些人会跟你近视前嫌 比如说他以前 就在你后面打小报告 最近后来他突然发现说 其实你没有他想象中的那样 那是他自己太无聊 所以某部分的天蝎座朋友们 小众的天蝎座朋友们 你们会遇到有人 想要来跟你和好 近视前嫌 然后呢 我个人会觉得说 要不要和好 这个选择是在于你 因为我觉得你是这个 权杖1 这个掌权的人 OK 然后我觉得来跟你和好 或过去可能跟你有纠结的这些人 他们慢慢会开始去发现 怎么说呢 他们会开始慢慢去发现 你才是 那个真正民事里的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牌卡给我这个感觉 就是这个塔牌 有给我感觉就是 你才是那个真正民事里的人 而且你很清楚知道 你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我感觉呢 过去有些人来跟你近视前嫌 或现在有些人来跟你近视前嫌 或来跟你和好道歉的 我个人会觉得 你自己可以考虑 不一定要解锁它 因为这是你个人自由的选择 但是我会觉得对方呢 怎么说呢 带着诚意来找你 我觉得一点 但没有到很多 我个人会觉得 他比较有点像是在 怎么说呢 让他自己好过 但不是说他来找你 道歉或和好事 非真心诚意 是指 他觉得他这样做 他想这么做 做了他会比较好受 OK 所以我会觉得说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看 你要不要给他一次机会 或者是 比如说就说 好啦 也其实也没什么事 我们同事接码 难免会吵架 可能就近视前嫌了 类似像这样 OK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额外的讯息是 我觉得你透过 这一个相关状况 人事物 不管呢 他是不是来跟你和好 或者是你身边 刚好有一些状况呢 让你突然开始 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 你觉得 你觉得你越来越清楚 或者是越来越有把握 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还有我觉得有一种就是 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提升了很多 你觉得你自己变得很大气 或很大度的感觉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不管这个人有没有来找你 就是怎么说呢 来找你和好 或者是想要来跟你道歉 我个人会觉得 不管你现在生活中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你会觉得 你自己好像有点level up OK 好 来到现阶段能量场呢 你抽到的是权杖酒 抽到的是保健食 抽到的是justice OK 我个人会感觉啊 在现阶段能量场就是 老天爷好像还给你一个公道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过去某些人呢 他可能会来跟你道歉 是因为老天爷要还你一个公道了 那你这个权杖一呢 加上这个权杖酒 相对的是权杖食 其实你在现阶段能量场 延续过去 说时代的 你抽到保健食跟权杖食了 OK 那很好的一件事情是 为什么这个权杖酒 跟权杖食是分开的呢 原因就是因为呢 你并没有因为 这个你现在正在教授 相关状况人数 而动摇了你自己的立场 或者是因为他 你可能退让了 所以呢 导致于是说 虽然说这个保健食的出现啊 但是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保健食 就是因为你做了这样子的举动 所以你得来了 你应该得到的公平的对待也好 或者是 对方来跟你道歉也好 或者是别人看见 原来你是无辜冤枉的也好 或别人才看到你的价值也好 OK 这几张排场就是 我会觉得你迎来还不错的一个 结果啦 我的感觉是这样 OK 那你的挑战排卡呢 是这个 Emperor 也就是这个国王排卡嘛 对不对 OK 这个国王排卡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我会说 你的格局好像变大了 你变得很大气 变得很大度 就是因为 我觉得你就是正在朝向 成为这个国王的路上 所以在未来的状况 你看你还抽到的是这个女王 OK 这个女王加国王 就代表说 你是正式登基 成立人籍的王国 经历过这些东西之后 这些东西会屹立不摇的 OK 重点是 你看你这边还抽到圣碑二 还抽到权杖四 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 国王跟女王相遇 有了权杖四 又有圣碑二 这是怎么样 这是怎么样 一个大吉祥的排卡 是不是这样说 对吧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在未来 经历过这样子的 这些淬炼 或者是经历过这样子的人事 或者是这样子的经历之后 我感觉呢 你在未来越来越了解 你想要的是什么 不管是相关中间人数 梦想或目标都可以 然后这个地基又打得稳 你又建立你自己的王国 唯一要注意的 目前未来可能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这个权杖五 就是啊 我觉得呢 你人红是非多 总是会有一些人 想要来找你 就是拉拉你的辫子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稍微注意一下就好 因为我觉得这不成气 他们不能拿你怎么样 OK 好 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 宇宙的验证排卡 我们来看一下 宇宙验证排卡 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 可以提供更多的细节 跟内容在里面 这个呢 我是非常推荐 不管是新朋友 或老朋友 都一定要来看 因为有些时候 宇宙验证排卡呢 它会重复出现 一样的排卡 去告诉你 这就是这两到三周 你必须要去注意到的重点 好吧 OK 甚至有些排卡 是重复率很高的 OK 这一点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叫我 拿这么多排卡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吧 OK 好 那请稍等我 我再帮你抽最后一张 去验证那个 你最后那张卡牌 OK 好 请稍等哦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塔牌是 Temperance OK 这Temperance 就是我跟你讲 时间到了 这个如果假设 你真的是小钟 那个天蟹座的朋友们 来找你求和的 我告诉你 他可能也憋不住 然后也是时间到了 他该回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这张牌卡 其实我个人是会觉得说 其实不管你现在 有没有遇到 这样子的状态 我觉得你现在生活状况 是游刃有余的 OK 你不太会受外界的影响的 OK 就算受外界的影响 你很快就会移回来了 OK 那来到现阶段能量场 你抽到的是圣杯骑士 这个圣杯骑士呢 我觉得在验证你 现阶段能量场就是呢 我会觉得说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说有一个人 来找你道歉 他要跟你示好 他要把这个圣杯给你 原因就是在这里 OK 但是呢 我觉得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要先看这个 他们叫我一起看 来 你看 你抽到的是权杖女王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跟你讲 这个人来找你道歉 你是这个权杖一 对不对 OK 你要不要解锁 这是你在掌权的 因为你注意看 你要成为这个国王 你手上也是拿这个权杖的 你有没有发现 这是一模一样的排行 OK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两个会互相验证 你是国王 OK 你说了算 OK 所以呢 这个权杖女王 加上这个圣杯骑士 朝向她走过来 你不一定会看她的 你可以仔细看 这个女王 并没有看着她的 OK 好 所以呢 接下来呢 在未来的这个状况 我们好奇这一叠是什么 他们跟我讲说 对 就是这一叠 我们来看看 来 你抽到的是钱币9 抽到圣杯5 抽到宝剑6 还有你看 权杖4重复验证 然后还有权杖骑士 还有这个钱币试者 来 我先跟你讲 这个权杖4验证 权杖4 意思就是说 当这一旦 你的这个地基 或你在经历 这个过程当中 打得稳之后 权杖4加权杖4 相对的就是权杖8 权杖8象征着就是行动 行动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会越来越多人 朝向你而来 OK 因为他们看到你的实力 看到你的能力 看到你登基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假设在过去 你有遇见一些 招心事好了 我这样讲 我觉得你就别放在心上了吧 OK 那在未来这个状况 这个是圣碑舞 这个我觉得 这一叠的能量产 这个是给你的 这一点能量产 比较有点像是过去 这些可能 就是所谓的那些 招心事的人 或相关状况人数的牌卡 OK 他们会很后悔 当初他们并没有好好对你 或没有把握机会 OK 所以他们现在 只能撑着船 离开这个现场 你看他有多 多么的懊悔 多么的失落 OK 然后他们又想要 拿着这个权杖去找你 可是我告诉你 你才不会理他呢 为什么呢 你自己看 来 这个呢 钱壁酒啊 看着这个冲过来的权杖歧视啊 他一脸就是非常淡定的 你懂我意思吗 OK 然后他头上有一只小鸟 这个小鸟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他象征的是和平 OK 你来找我呢 我来看看 我自己来做决定 但是现在由于 我是一个钱壁酒的状态啊 说实在的 你要不要理他 我觉得 应该是说 他们叫我重新调整 这个形式 有点像说 有没有他无所谓 我的感觉是这样 有没有他无所谓的 你甚至如果想要 比如说你成为国王啊 你想要把他踢到一边的话 你也是有能力做到的 OK 那来到这边呢 我反而发现 这些真正试货的人 或者是真的看到你的价值的人 他们反而呢 就会成为这个 钱壁士者来找你 因为钱壁士者 加上钱壁酒 相对的就是钱壁食 你们就会去打造一个 非常非常稳固的未来 那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事件的全杖鸟 他的验证牌卡 是这个战车牌卡 OK 来 这个战车牌卡很有趣的 我刚刚有跟你讲 这是一件小事 我不觉得你会被有所影响 这个全杖五 加上他手上这支全杖 象征的是全杖六 就是我刚刚有跟你讲 这些来找你的人 你要怎么样处理 就是你在掌权的 OK 你可以说话 你说话 说话是你说了算的 OK 所以全杖六呢 是指这个合作 或这一个相关状况 人数或关系梦想或目标 是由你来做一个决定的 因为呢 这个全杖五呢 我个人会感觉 来找你的人 有些人并不是那么的 成熟 或他们的条件 没有你那么好 或者是他们是有求于你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你这个全杖啊 虽然骑在这个摩托车上 然后这两匹马 是没有站起来的哦 意思就是说 你不是所有人来 你都会去 你是蓄势待发 但是呢 呃 我会觉得你会选 会稍微思考一下 OK 好 所以我觉得你的牌卡 是蛮好的啊 你们发现 蛮好的 我个人会觉得说 在 我记得如果 没有记错的话 天蝎座盆嘛 好像是在这一季 就是今年的春季啊 比较多这些繁杂事 但是 总体而言 好像都是朝向一个 还不错的拓展 OK 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灵魂 正在学习什么样的课题 学习别人这么妒忌 你 你该怎么办啊 这个我就刚刚跟你讲了嘛 人红是非多 对吧 我刚刚准备要抽 这张牌卡之前 我就告诉你 你可能在这一季啊 会遇到很多 这样子的事情 那我个人会觉得说 有些时候 这些人为什么会嫉妒你啊 那是因为你比他们强嘛 是不是这样说 对吧 就是因为 你有他们没有的东西 OK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你可能可以 试着练习 去转换一个心态 因为 每一个人呢 可能在他人生过程当中 他们都站在 学习不同的课题 OK 如果没有你的出现 让他们去看见 他们也可以有机会 成为像你一样 算功德一件 是不是这样说 对吧 OK 好 接下来呢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宇宙跟天使 有什么样 额外的补充讯息 最后 给我们的天蝎座的朋友们 做一个参考 好吧 我觉得天蝎座的 蛮辛苦的 这一季呢 可能要 就是经历很多 有关于人际关系的东西 或者是拓展的东西 还有记得呢 他们叫我提醒 天蝎座的朋友们 为什么刚刚我开场 他们跟我讲 你可能会变成 暴食的原因 就是因为 你可能很累 工作压力过大 所以呢 可能就会用吃的方式 来抒发你的压力 或者是让你觉得说 比较有一种 慰藉的感觉 这个部分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吗 他们说要提醒你一下 OK 好 好嘞 我们来看一下 来 这只猫 这个就是 最后他们要给你的 这个讯息 OK 来 你看 这个就是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你的 独立自主 这就是为什么 这些人来找你 你不一定会接受 因为你就像 这样一只 骄傲的小猫咪 是不是这样说 对吧 刚刚我就有跟你讲 这个人来找你 你是不一定会理他的 OK 这个猫呢 给我一个感觉 你看 13 1加3 又是4 因为你很稳固的 你很独立的 你不一定需要 这些人来 我觉得来捧你 我觉得你自己 本身很清楚知道 你到底有几两种 你能做到多少 你能有多大 因为你已经登基了 你正在朝向国王般的 这种气势 向前走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 你越独立 越不受这些事情影响的话 我个人会觉得 你在这整个村子 应该发展还蛮不错 要好好打我机会 好吗 天蟹座的朋友们 好的 以上这些呢 是我要给天蟹座的朋友 我们的这个讯息 我希望或许 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协助 OK 那也欢迎你呢 可以来追踪我的IG 收听我的广播 跟订阅我的电子报 那我在其他各大平台 还有不一样的资讯 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也希望你会喜欢 这一次的影片 以上就是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 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 你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 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